欢迎回来热线追踪 我们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尝尝螃蟹大餐 不过讲到了螃蟹的封条方法 中国古代就已经是相当讲究了 在宋朝有一道宫廷名菜叫做蟹酿城 就是把螃蟹肉装入了掏空的橘子 然后用酒醋水蒸熟之后 算用醋跟盐来提味 这道菜啊据说是皇后要回娘家的时候 皇帝赐的十四道菜当中必有的菜色 古人吃螃蟹都如此讲究了 现代人的料理方法更加精致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尝尝两种不同的烹调方式 一种是道地的香港料理大砂工 这个是新鲜现切的砂工 与切丁的蒜头一起在锅里头油炸到香气四溢 而另外一种呢就是上海式的厨女巡了 与桂花一起炒淡淡的花香 衬托出鲜美的蟹黄 一上桌就让人口水直流 一道又一道 肥美的秋蟹到了这个季节 总是让人垂涎三尺 正统越式料理的沙公 和上海式料理的处女巡 你想吃哪一道呢 秋意正浓 平常横行霸道的螃蟹大军 这时候滋味正鲜美 香港式的大砂工来势汹汹 上海式的处女巡也不遑多让 要来一较高下 我们的砂工最肥美 我们的处女巡卸高最鲜美 首先就永远从香港来的五红城师傅 带来道地的港式秋蟹死吃 热锅后放进新鲜现宰的大砂工 可以倒下这一大盘 用手工切丁的蒜头 一起大火油炸 最后再放上一点辣椒葱段 就能大功告成啦 不过这一道菜调味其实大有选迹 它那个蒜蓉的味道 融在那个油里面 用那个螃蟹去吸那个汁 打开亮澄澄蟹壳下 躲着厚实饱满的蟹膏 仿佛就像尝到大海的鲜甜滋味啊 大熬一剥开 肉质Q弹鲜美 这一道避风糖大砂工 卡滋卡滋的口感 蟹肉上还沾了满满香香酥酥的蒜酥 就是韬客们的最爱啦 口味比较重 但是它的螃蟹的味道有点有特表 就是还满厉害的 我是觉得光那道圣植 我就可以吃一下蒜蓉白菜 新鲜鸡蛋轻轻调味 送进蒸笼 出炉之后再铺上肉质香滑细致的处女巡 在冒烟的蒸笼里蒸到全熟 鸡蛋Q的感觉 再喷上一点花雕酒增加香气 好料就能端上桌咯 肉细 那个蟹膏香甜 它的蟹膏比较多 比较丰满 你看它都满满的 比较丰满的蟹还肥 你看看 安吉吉的蟹壳下 是一大块黄沉沉的蟹黄 搭配上一点葱花 和呆呆嫩嫩的蒸蛋一起吃 一送进嘴里 这道处女巡花雕蒸蛋 真的是秋天里的一大享受啊 我觉得蟹肉本身其实很鲜甜这样子 对 还满就是还满 原汁原味的一个旁启 原本的味道 就是如果说就只吃蒸蛋的话 你也觉得那个蒸蛋就是很滑顺 这样子 对 然后有一点点螃蟹的香气 这个汤就要熬成这个 就是真的奶白色的 老母鸡 火腿 慢慢熬煮到精华全部释放 就成了奶白色的汤头 汤里还要加进各式各样的好料 大火滚到冒泡 才能加进大砂工 不过最特别的 是里面加进了一公斤要价四五千块的 珍贵松茸 西方的松露 东方的松茸 所以指的是它的味道 它是郡中之王 人家讲的郡中之王就是 就是这一个 对 锅子一打开 热滚滚的汤头里面是红彤彤的螃蟹 独特的松茸香气 搭配上扎实鲜甜的肉质 吃完螃蟹再来碗热汤 这一道顶级的松茸汤头爆大沙工 让人好满足啊 尤其它熬完的肉质真的很厚实 那很弹压的口感这样子 我觉得还不错 它的汤很鲜 然后那个螃蟹的鲜味又煮进去 而且它有一个松茸的香气很特别 这个蟹粉就有十几二十只螃蟹在里面 把精华都浓缩在蟹粉里 再拌上猪肉 姜葱 里面不只有螃蟹的蟹肉蟹膏 还有皮冻含蟹黄 螃蟹的甜味 蟹膏的香味 一起融合成完美的海鲜滋味 十八折收口再用蟹粉点缀 这个冻 因为它没有收口的 为什么 因为它才不会破掉 不会密封 因为它才会上气 而且这个蟹粉由这边的增下去 这个蟹粉要留下去 小龙包放上蒸笼 不一会儿就能热腾腾出炉肉 这道蟹粉小龙汤包 一打开 汤汁立刻爆浆流泄出来 每一口都能吃到浓郁的蟹黄滋味 搭配上姜丝调味一起吃 魅力真让人无法抵挡呢 就是爆浆啊 就让不滋一声啊 就会觉得嘴巴里面都是充满那个 整个汤汁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味道 那个皮又很Q 那上面蟹黄的味道又很浓郁 所以我会觉得整个蟹黄吃起来 就是很鲜美 韬客们对港式沙工赞不绝口 让到底上海式料理的处女巡 很不服气喔 接着另一边就由江浙料理 经验丰富的徐炳坤师傅 带来老上海式的螃蟹自吃 红黄 甜椒和洋葱丝 在葱油里拌炒 倒进打匀的蛋汁里 再加上炒过的桂花来提味 接着就要和已经下锅 油炸过的处女巡 一起倒进锅里 看师傅厉害的翻面 再翻面 最后淋上花雕酒 就能大功告成 再放一点酒 处女巡的壳里 一拨开大块的蟹黄 挑动韬客们的味蕾 不过这一道桂花蛋炒处女巡 特别的是 不只有炒蛋的香气 和蟹肉融合在一起 仔细品尝 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气呢 就是它里面的蛋 非常的湿润 不会说很干 我觉得非常有海鲜鲜美的味道 那再加上它的炒 它旁边那个炒蛋的香味 我觉得非常丰富 好 顺便把年糕也开始炸 青蟹和年糕一起下锅 快速油炸 立刻起锅 接着葱花 豆瓣酱炒开后 在倒下已经炸过的螃蟹年糕 加点酒和姜水 盖锅煮到香喷喷 收干汤汁之后 锅烧香气扑鼻而来 不过原来这年糕又好吃 也有小秘诀 这年糕炸过以后 比较Q 比较不会烂掉 经过酱汁炒到亮澄澄的青蟹 撒上一点葱花 这一道酱爆青蟹年糕 不只细致的肉质 吃起来咸香够味 里面还有纯手工的年糕 咬起来Q弹有嚼劲 是很鲜美的 对啊 因为平常我还满怕吃螃蟹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有点腥味 就海鲜类的东西 可是其实它吃起来 不会有这个味道 处理得还满好的 然后再撒一点点酒 这个是花雕酒 撒上一点花雕酒在花蟹上 就能送进蒸笼里 蒸到半熟之后呢 再加上这酒釀 花雕酒和糟乳 黄金比例三合一的独家酱汁 才能蒸到全熟 香腾腾的味道 除了花雕酒 就是这上海来的糟乳 因为它本身有一点咸 然后它是咪母 它的有香气 所以跟酒跟酒量搭配起来 因为酒量本身甜的 所以两个搭配起来 就刚好平衡 鲜甜的蟹膏滴下汤汁 再打开蟹熬 嫩到会弹牙的肉质 一撕开啊 还充满浓浓的酒酿香气 这一道花雕酒酿蒸花蟹 让人回味再三 一上来的时候香气就很重 那原本以为酒味也会蛮重 结果没有 它只有淡淡的那个 就是酒酿的香气 酒酿的香气 然后肉质也很鲜美 青蟹裹粉油炸到八分熟 倒下大把的蒜末 让蒜头和螃蟹的味道充分融合 接着把咸鸭蛋蛋黄炒到融化 倒进蒜酥螃蟹 撒上已经炒过的椒盐拌炒 就能完美上桌 融化 融化 它好像神酥虾的感觉喔 它有一些蒜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应该还是有裹一些蛋黄吧 就是它整个炒在一起 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 还满特别 很好吃 一道一道的螃蟹料理 有的创意十足 有的坚持正宗原味 让人光是看了就食指大动 不过到底哪一味获胜呢 还等涛克宁亲自来品尝 我怕你 别人 不oten 我怕你